因为看到网上的那些中国人冒喜都要走线穿业 几个国家都要偷渡过去美帝 我说我的租干护照连签证很难办 很多中国人连美帝的大使馆都靠近不了 台湾人竟然可以免费抽签申请绿卡 Hello大家好我是莫莎浅浅 我听一个在美国留学过的陆沛朋友跟我说 台湾人可以每年免费抽签美国立卡 哇我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我说美帝耶真的吗 我说美帝耶我有点不太相信 因为看到网上的那些中国人冒喜都要走线穿业 几个国家都要偷渡过去美帝耶 我说我的租干护照连签证很难办 很多中国人连美帝的大使馆都靠近不了 台湾人竟然可以免费抽签申请绿卡 哇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还蛮震惊的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是我是没有去申请过了 虽然说他跟我讲我知道了 我只是有把这个知信跟我老公讲而已 然后我就问我老公说 你知道台湾人可以每年免费抽美国利卡吗 然后我老公淡淡的回我说 嗯不知道耶 然后呢 我还以为老公会觉得惊讶 说想不到他竟然很平淡的跟我说 怎么了吗 我说没有啊 就是我就是觉得很惊讶 就想要跟你分享啊 这个信息而已 就想要看一下你的反应而已 我说对岸很多人呢 冒着生命危险才能去地方 台湾人竟然这么轻易的就得到了 我就觉得很厉害啊 然后老公就说 就算免费的我也不想去耶 他说那边生活对我来说不方便 不适合我 我老公就这么跟我讲 我说对啊真的 听说买东西啊都要跑很远嘛 然后老公又说 说要去的话你们去 我不会去的 我说我没有要去啊 我觉得在台湾生活已经很舒服自由了 而且我从来没有过什么美国梦 然后我又把这个事情呢 跟一些台湾的朋友讲 有些台湾的朋友说 他们知道但是没有去抽 然后有谁就说不知道 但是现在知道了 然后也跟我说也没有想要去抽 总结下来就是其实在我的意料之中 因为说实话台湾的生活也不差 美国很好真的 我也没有否定美国不好 但是我还是习惯台湾的生活 像常常有台湾人会跟我说 哎呀台湾很烂啊 要不然就跟我说台湾越来越烂了 没有他年轻的时候好 然后我就蛮惊讶的 就很好奇的问他 因为听多了嘛 你就会想要问他 哎那你觉得台湾哪里烂呢 我就觉得 我就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很烂嘛 我说那你年轻的时候 台湾又是怎么样的呢 每次打我泡出这个问题 问他的时候呢 对方又愣住说不出话了 然后对方呢 又常常说不出 到底台湾哪里烂 哪个地方烂 哪个政策烂 哪个地方不满意 他就常常说不出来啊 然后我就问他 那你年轻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呢 毕竟 毕竟你说你年轻的时候 台湾觉得很好嘛 那你年轻的时候 我也没来过台湾 我也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的 我就叫他举个例子 比如哪个方面 哪里 然后他又说不出来 那如果你说像台湾的交通很烂 人行道很糟 那这部分的话 我也认同 毕竟先叫那些先进的国家 确实台湾的交通 真的是有待改善 说实话台湾人金这么高 吉尼系数也很低 再来就是台湾也属于 已开发经济体 台湾也属于高所得的经济体 但为什么台湾的交通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就是被边缘化了 个人感受了 不过我觉得车子里样人的这一部分 很多车子 它真的就是远远就停下来了 里样行人了 不里样的确实会有 但是那是少数 但是我出门 我常常就是蛮常看到 乱停车的呀 明明也画那个红线呢 教练不是说红线的路段 前天都不能停车 或者临时停车吗 我最多我考驾照的时候 我是听教练这么讲的啦 我就觉得明明路就很小啊 还要停一台那么大的车 因为台湾的大车还蛮多的 真的 导致整个马路啊 连那个机车都过不去 乱停车的人 大家很讨厌 真的 但是说实话 停车场也没有设计好 车又很多 又是一个问题 我来台湾 我真的很惊讶的发现 台湾的西家车跟那个机器 真的是多到爆 像我们社区大楼啊 每家几乎一台车 没有汽车的人很少很少 有一时间可能一个人就有三台车 就是没有汽车的人真的很少很少 我觉得大概就只有我们家 还没有汽车吧 再来就是机车也是多到爆 有人就跟我说 台湾买房子啊 如果没有买车位啊 未来是很难转手的 因为台湾的家庭 几乎99.9以上都是有汽车的 如果车位买不到 未来房子可能就是很难转手 我是听某个台湾的朋友 这样子跟我讲的了 所以车多路小 我觉得这真的是要改善的地方 也要一段时间 然后像桃园啊 一些重划区啊 我就觉得设计的真的很漂亮啊 然后沿心道也很大条啊 总之我觉得希望未来慢慢的改变吧 很多人总叫我骂一骂台湾 说哪里台湾哪里不好的 做的不好的 说要叫我帮忙骂一骂啊 怎么样啊 我觉得这部分算吗 其实我没有机果骂耶 真的 因为我在对岸呢 对岸闯红灯的人多的事 是吧 恐怖的司机也是很多 酒驾也常常有 其实因为我过去的地方 也没好到哪里去 唯一好就是对岸的路边 都有装那个铁站栏 至于围停座部分的话 他们在很多马路上 是很难做到围停的 也是有 但是因为有柵栏了 你根本不方便围停 你因为你停在这里 你可能要走很远 才有路口给你进去去办事嘛 最后你翻那个柵栏 都不上台湾 就马路上是空 马路上是两边是没有铁柵栏的 然后我看到有些人的车子 就集结在开山沿行道上 哎 我 哎 我不知道讲了 这部分人会不会骂我 但是台湾大部分人 还是很遵守规则的 我觉得就少部分人吧 因为有时候 我推着婴儿车出去 走着走着 突然一台车 就开山沿行道了 然后我说 开山沿行道了 那我的婴儿车要推哪里 然后我就只能 就是推 把婴儿车推下来 然后跟马路上的来来往往的车去抢道 我才能过 所以这一部分我是很深有感触的 所以我才分享 我觉得台湾目前最大的缺点 我看到就是这个吧 但是我发现最近好很多了 我发现我最近过马路啊 然后我看到很多人 远远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了 我过了 或者说我明明还在前面是吧 就还没有走到斑马线前面 还有一点点距离 然后他们就停下来了 让我过了 真的有进步 我觉得慢慢吧 慢慢就会 我相信慢慢会越来越好的 好了 今天下方想到这里了 多谢啊 拜